-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度同大家看單同賭場賭業相關的新聞, 竟然有賭場是被這些黑客攻擊搞到竟然要暫停營業。 我聽到那時都覺得是一件趣聞來的, 上個星期日加拿大有賭場疑似遭受黑客攻擊, 導致多地多間賭場關門暫停營業。 目前又找了第三方網路專業人員, 全天後24小時希望可以儘快恢復正常。 這間受到攻擊的Gate Bay Casino賭場 是加拿大的一間博彩和娛樂運營商, 他在北利丁哥倫比亞省、艾柏塔省和安大略省經營著23間賭場。 在他的新聞稿表示, 檢測到網路安全事件後, 他在安大略省的業務已經在禮拜尾關閉了。 他們公司說到, 博彩業務在未來幾天也繼續關閉。 而他們公司在今個星期一, 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已經請第三方網路專業人員, 全天後工作和幫助他們恢復IT系統。 而IT的中斷其實就在上個星期日當地時間下午1點鐘左右開始。 他們公司說到, 最關心就是如何保障個人數據和訊息。 目前沒有任何訊息表明今次事件涉及到洩漏個人數據, 但他們現在將這件事通知相關的隱私官員和遊戲監管機構。 而他們公司的加拿大東部通訊和公共事務總監表示, 安大略省經營的所有14間賭場都受到影響全部要關門去搞回IT。 他們在安大略省已經經營了5年多, 從來都未試過這種IT中斷的情況出現, 所以暫時未有一個重開的時間表。 但其實正常來說, 賭場中關於IT的事件應該是要做到很Top才是, 如果不是被客客入侵了的話, 除了是會搞到電腦系統或者資料外洩甚至是會影響到客人賭錢。 那會不會是因為IT系統省了不給某些錢, 就搞到出現這樣的事故呢? 這個可能性不是說沒有的, 但是我們都要想回這些IT的東西, 對比在賭場一天的營業額或一天所殺的數, 好可能都是一件不算很大的數字來的。 有沒有必要省少少, 就搞到自己一下子這麼多間賭場都關閉了呢? 而且他講到暫時未有重開時間表, 是找了第三方人過去搞的。 這樣的話好可能就是講的, 單事是他們自己公司原本的IT部都搞不定, 要在外邊找外援。 反正你說賭場如果不關疫情事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無得開都算是奇聞來的啊, 反正我未見過了。 好了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